今天太阳公公骑得可真早 早上就这么大太阳了 这里还有三个睡着的小雪糕呢 这么热的天雪糕宝宝还穿这么红的外衣 会不会很热啊 哈哈就让乔治来帮帮你们吧 把雪糕宝宝的外衣给脱掉 先是几个绿色的宝宝 再是几个粉红色的宝宝 最后帮几个蓝色的宝宝脱掉外衣 我怎么突然这么热啊 今天温度怎么这么高啊 都把我热醒了 不对啊哥哥们 我们的外衣好像不见了 乔治你看到我们的外衣了吗 哈哈小雪糕不用太感谢我 我是看今天太阳大 才帮你们把外衣脱掉的 乔治乔治你快帮我们把外衣穿上吧 我们穿着不热的 外衣还会保护我们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让你们凉快一点 我马上把外衣给你们穿上 先穿这件蓝色的 再是这件绿色的 最后一件粉色 好了都穿上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乔治好心办坏事了 你们能发送小红星 帮我给雪糕宝宝道个歉吗 谢谢你们啦 今天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好啊好啊 最喜欢玩捉迷藏了 苏西也喜欢捉迷藏 可有意思了 那这一次我来找你们 你们快藏起来吧 哈哈哈 你们没有藏好啊 隐形墙上还留有你们的影子呢 姐姐姐姐 快猜猜我是谁 哈哈哈 乔治 你的称呼暴露自己身份了 只有你会叫我姐姐呀 哎呀 我可真好笑 哈哈哈 是我是我 我出来了 还有一个影子是谁呢 有一对长长的耳朵 你肯定是小兔未被卡吧 佩奇 你可真聪明 是我是我 还剩最后一个背影是谁呢 圆圆的脑袋 勾楼的背 莫非是僵尸 嘿嘿嘿 小猪佩奇 你猜对了 就是我呀 你们都乖乖跟我回家吧 啊 是僵尸 姐姐我害怕 屏幕前善良的小朋友们 能发送小红星帮我们封印僵尸吗 哎哎哎 我怎么动不了了 我出不去了 哇 真的被封印了 谢谢小朋友们 小羊苏星 小兔瑞贝卡 小猫判地 今天是周末 我们去公园一起玩吧 怎么样 好呀好呀 对了对了 佩奇 我也好久没有去公园玩了 那我们快走吧 好 那我们快走 啊 这这这怎么这么多怪兽呀 我们这家走不了了 这这怎么办呀 佩奇佩奇 我好害怕呀 佩奇佩奇 我我也好害怕呀 哼 看我的魔法魔法 哈哈 现在你们都被我封印起来了 兄弟 他们都在走 哈哈 大哥今天收获可真不错 佩奇 我们要想想办法 我们可不能被他们封印在这里呀 对了 别担心 我想到办法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123 帮我们通知奥特曼哥哥来救我们吧 咻 啊 大哥 奥特曼怎么来了 我们还是赶快跑吧 佩奇 苏西 小兔瑞贝卡 小麦判地 你们别怕 我这就来救你们 魔法魔法 变 谢谢你奥特曼哥哥 不客气 天都这么晚了 那我送你们回家吧 真是太谢谢你了 奥特曼哥哥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帮忙 通知奥特曼哥哥来救我们哦 潮汁 你快进去 还有你 佩奇 你也快躲进去 小僵尸小僵尸 你怎么能这样给我们呀 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了吗 别说话 别说话 小僵尸 你不是说要把你的好朋友们都送给我吗 他们人呢 哎呀 僵尸大哥 不好意思 他们两个一不留神就跑掉了 什么 跑掉了 你是不是故意把他们放走的呀 不是的 不是的 快说大哥 真的是他们跑走了 而且他们跑得那么快 我根本就追不上 跑了是不是 那我就把你给封印起来 快说大哥 别别别 不然我就呼叫我的好朋友来救我了 怪兽 你可不要欺负我的好朋友 哟哟哟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一个奥特曼卡片呀 我太不怕你了 小朋友们 只要你们发送数字666 我有充能量 我就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奥特曼 来教训怪兽了 哇 奥特曼也太大了吧 我还是赶快跑吧 奥特曼哥哥 谢谢你来救我 谢谢乔治 你们快出来吧 啊 小僵尸 原来你是在保护我们呀 对不起 我们刚才都误会你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对啦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帮忙哦 哎呀 我的妈妈 你在哪呢 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妈妈呢 哎 妈妈 你怎么在这睡觉呢 妈妈妈妈 你醒一醒呀 哎呀 谁在叫我呀 我不是你的妈妈 你怎么会不是我的妈妈吗 你看 你是猪猪的模样 我也是猪猪的模样呀 我是你的孩子 你错了 你错了 我的孩子呀 在我的怀抱里面呢 啊 那 那我是谁呀 我的妈妈是谁呢 我实在想不起起来了 哎 你别着急 别着急 你在这等一下 说不定 你的妈妈就来了呢 哎 有人来了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她的妈妈呀 哎呀 不好意思 我不是她的妈妈 我直路过而已 走了走了 哎 又来人了 请问 你是不是她的妈妈呀 我也不是呀 你看 我像有这么大的孩子吗 走了走了哦 佩奇 佩奇 你在哪呢 在哪呢 啊 请问请问 你是不是她的妈妈 对对对对 佩奇 你咋跑这儿来的呢 我是你的妈妈呀 啊 你是我的妈妈吗 啊 佩奇 你不会是失忆了吧 我是你的妈妈呀 啊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她是不是我妈妈呢 能不能评论告诉我呀 哎呀 好困呀 我要上床睡觉去了 嘿嘿 我也睡觉 我也睡觉 哎呀 是谁举着我了呀 这床本来就小 哎呀 是谁呀 哎呀 乔治 你干嘛呀 咋把我给挤下去了呀 啊 原来是小狗呀 对不起 这床也太小了 没办法让我们俩一起睡呀 要不 我给你铺个小床 这样我们俩都有床睡了 好不好呀 你看 我给你拿一个这个小床 然后呀 在上面放一个枕头 看 新床就做好了 太好了 这床可真好看 哇 我躺上去好舒服呀 是吧 是吧 我铺的床呀 肯定很舒服的 那咱们就关灯睡觉啦 好呀好呀 睡觉睡觉 乔治 小狗 你们睡觉了吗 猪妈妈猪妈妈 我们正想睡觉呢 你看 我们的床太小了 这个床 可是我刚刚给小狗铺的呢 哦 就这样呀 看样子 你们的床确实挺小的 要不 明天我去给你买个大床 好不好呀 嗯 好呀好呀 明天有大床睡咯 这样 我和小狗 就可以睡大床了 哎呀 好累呀 哎呀 咋这时候肚子疼了呢 哎呀 这附近哪有厕所呀 哎呀 反正这附近没人 我就先去送个厕所 先把东西放在这吧 上厕所去了 上厕所去了 哎呀 这天气好热呀 好想吃东西呀 哎 这地上怎么有这么的好吃的呀 又是蛋塔 又是披萨的 还有水果呢 嗯 不错不错 那就先吃一个蛋塔吧 喵喵喵喵喵喵 嗯 好吃好吃 太好吃了 再吃一块披萨吧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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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大西瓜了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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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 真好吃了 哎呀 上厕所回来了 真舒服 哎 我的吃了呢 什么 这算最点呢 我的蛋塔 我的披萨 我多不见了呢 哎 乔治 这地上的东西是你的吗 是啊是啊 鱷鱼先生 你看见了我的东西吗 我看见了 不过 不过呀 他已经进我的肚子了 啊 你把东西给我吃了呀 这是我给我姐姐买的 你给我吃了 拿勺回家 跟姐姐叫他呀 嗯 哎呀 别别别哭了 乔治 我把东西给你吃了 这样我这里有钱 咱们一起去买 好不好呀 嗯 好吧 姐姐 你是不是吃过我的糖果了 没有啊 乔治 我干嘛吃你的糖果呀 我自己的糖果那么多 我都吃不完 我为啥要吃你的呀 哎 对对对 姐姐 你也说的对呀 看来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啊 姐姐 没事的 乔治 你的糖果少多少呀 姐姐 我的糖果少了一大半呢 啥 少了一大半 哎 乔治 别着急 你看天都这么晚了 等我们明天起来 再看看是谁拿走的吧 好吧好吧 那我们先去睡觉吧 哈哈 佩奇和乔治睡觉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剩余这些糖果 我可就全都拿走了 哈哈 拿走喽 拿走喽 嘿嘿 起床了 真舒服 哎 糖果呢 糖果怎么又不见了呀 弟弟弟弟 你快过来 姐姐姐姐 怎么了呀 弟弟 你看 昨天生下的糖果 全都不见了 全都不见了 是谁给我拿走了呀 早知道 我昨天就把剩下的糖果 全都给收起来了 嗯 我的糖果 我的糖果 听不听的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看见是谁拿走我的糖果呢 你们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评论告诉我哟 我倒要看看 个特糖果人 是谁 朋友们 快看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 特别好玩的滑滑梯 哇哦 乔治 这个滑滑梯好酷哦 看起来可真好玩 嗯 但是这个滑到怎么看起来这么小呢 我好像坐不上去 那我上去试一试 哎 真的好小哦 我根本滑不动呀 乔治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呀 乔治可没有骗人哦 你们现在没法玩这个猪猪滑梯 是因为还差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噔噔噔噔 看 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糖果 这个呀 是可以把我们变成小猪猪的魔法糖果哦 吃下它 我们就可以去玩小猪猪滑梯了 让我先吃 哇 我真的变小了 我也来 我也来 好耶 真的变小了 哈哈哈哈 我也要吃下这个可以变小猪猪的糖果 哇 成功了 我也要赶紧吃下 喵喵喵喵 滑滑梯 我来咯 朋友们 让我们都坐上滑滑梯吧 小猪滑滑梯 起动 真的好好玩呀 乔治 你果然没有骗我们 乔治 我明天还想再来玩 好啊好啊 明天再一起来 屏幕强的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小猪滑滑梯吗 喜欢的话 发送小红星告诉乔治吧 佩奇佩奇 我来找你了 佩奇 你看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自行车 苏西 你看 我也有 那我们一起玩玩自行车吧 好呀好呀 走吧 佩奇 苏西 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 不行不行 小城市 你是小男孩 我们是小女孩 不能一起玩 你们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 我要用我爸爸送给我的黑暗魔法吧 把你们的自行车都变成石头 看你们还怎么玩 看我的魔法魔法 变 小小教师 你怎么能这样做呀 小教师 快跟爸爸回家了 佩奇 苏西 你们怎么哭了呀 教师叔叔 小教师用他的魔法 把我们的自行车变成了石头 小教师 你怎么能这样做呀 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的朋友呢 你这样做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都不会喜欢你 别别别 我这就把他们的自行车都变回来 魔法魔法 变 太好了 我们的自行车又回来了 佩奇 苏西 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样做的 你们就原谅我吧 小教师 其实我们也不对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那样说话的 卖巧克力嘞 卖糖果嘞 卖好吃的巧克力和糖果嘞 喜欢的快来买呀 妈妈妈妈 我想吃巧克力 没问题的 老板 你家巧克力多少钱一个呀 我家巧克力一块钱一个哟 那好那好 给我拿一个吧 爸爸爸爸 我也想吃巧克力 哎呀 儿子 爸爸没带钱呀 没关系没关系 咱们在有微信自付哟 还有自付宝自付哟 哎呀 可是我也没带手机呀 这咋办呀 妈妈妈妈 要不然咱们买个巧克力 送给他们吧 嗯 好的好的 老板再来一块巧克力 好嘞 没问题 来来来 这块巧克力送给你 哇 有巧克力吃了 谢谢你姐姐 没关系没关系 我就先走咯 哎 姐姐姐姐 哎 我还没问姐姐叫什么呢 怎么就走了呀 我还要感谢她呢 有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这位姐姐叫什么名字呢 要知道的话 可以评论告诉我吗